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 每个人身体有他的弱点 每个人的情绪都有他的弱点 每个人的精神上都有他的弱点 我说过这是我们人的正常现象 所以我有我身体上的弱点 就是一雾买天就会有这个状态 这是我身体上的弱点 你们会吗 我们会 我们习惯了 这个听起来有点无奈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请你在你的家里头装 对我来说这也跟幸福相关 真的我觉得幸福是一个整体的事情 我们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的时候 你的幸福指数会增加 科学家已经证明这件事情 科学家已经证明就是说 如果你活的环境就是健康的清洁的 然后是美丽的的时候 这样的人他的幸福指数会增加 好 那么空气的清净 也是属于清净的一部分 那么水也是清净的一部分 还有你们的饮食 那今天我等一下想要讲的一件小事 我现在先讲 本来想要放在最后说 就是我刚刚经过那个高新区的时候 就是好多好多的好漂亮的大楼 好多的LED光是吧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住在里面 还是只有在里面工作 没有住在里面 建议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最好不要任何的光 因为我们人的身体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分泌一个基础 叫退黑激素 当退黑激素分泌的时候 你才能够好好地完全休息 然后你好好地完全休息 第二天当你睡的时间 不管睡得多少 但只要你休息时间 这个退黑激素分泌量是够的 你就会觉得精神是够好的 好 但是退黑激素只有在 整个没有光害的状态下面 你才有办法分泌 那代表意思是什么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小灯 是完全的安静 完全的黑 那么如果你的环境做不到完全黑的话 有两个方式可以做 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窗帘 可以做完全全黑的窗帘 这是一个把外面的光挡到 然后第二个就是当然你的里面 对 里面呢就是不要开小灯 然后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在外面旅行 做不到这些的话 我就一定会戴眼罩 就是我知道就是 内地有产非常好的丝质的眼罩 你们可以上网去搜一下 又很便宜 随身携带很方便 然后为你自己 为你的家人 为你的孩子可以准备一下 就是晚上睡眠品质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我这几天 有在和我的一些同事们 一些同学们谈这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的幸福感降低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 我们的身体不是太舒服 我们身体不是太舒服的 其中一个指标是 我的睡眠不好 还有我的就是消化肠道不好 然后还有就是 我的比如说 在整个大中华地区 我们发现了几个大类的问题 第一个大类问题是 我们的那个消化道的问题 很奇怪 很多人消化道都出问题 然后这个跟饮食有关 饮水有关 第二个大问题是 跟你的呼吸道出问题有关 呼吸道出问题 那就跟我们的什么有关 跟空气有关 跟空气事实上有很多事情 是你可以做的 你可以去保护自己 保护你自己家人和孩子的 好吗 好 还有另外一个是皮肤 这也是跟你的过敏有关 因为事实上太多的东西 在我们的周围 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好 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 情绪 情绪都变得非常的浮躁和焦躁 那情绪的浮躁和焦躁呢 也是跟我们周围环境里头的 太多的这些 看不见的隐形杀手有关 这个隐形杀手 在我们情绪上干扰非常大的 是关于辐射 比如说当我要进这间教室之前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先把这样子一个东西 放在我的口袋里 拿在手上 那么这个是关于 就是防辐射的 这是一个很小的道具 防辐射 又不需要插电 又不需要充电 我只要随身携带 放到我身边就可以了 那么它可以不让我的身体频率 和非常高频的 非常混乱的这些辐射共振 所以我比较容易保持 在一个比较安稳状态里 现在的很多小孩 特别是小小孩 他们会出现这种 情绪上的问题 或者是脑部上的问题 或者我们现在 所谓的多动症的问题 都是跟这些 看不见的辐射有关 所以你们可以在你们家里头 去注意这些事 而这些 我觉得人类就是这么伟大 有问题 找到问题 你就一定可以找得到 它的解决方案 怕就怕在 你不知道这是有问题 对我来说 在2010年的时候 2008年到2010年的这段时间 我当时并不知道 空气中的这个污染 买害会危害身体到这么严重 因为我的无知 结果造成我的受伤 那么后来 当我知道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找答案 然后我们就可以找解决方案 然后这解决方案放在身边 我们虽然一样的敏感 但是我们可以不需要让自己生病 好的 这是本来想要放在最后说 但是正好有这个因缘 我就把它说出来 就是不要以为 幸福就只有跟情绪有关 不要以为 幸福就是一个灵性上的事情 其实幸福也跟我们身体有关 我想你们可以理解这一点 当你身体健康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比较幸福 当你能够为自己做饭 当你能够爬楼梯 当你能够去走路的时候 你就自我感觉是幸福的 因为在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说在在场很多年纪 大家和我差不多 跟我上下十岁吧 我们都要面临一件事情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老去 一个是我们父母的老去 那我们看着一个人的老去的时候 我怎么样看着他 仍然能够陪着他幸福的老去 不要说陪他了 陪我们自己 这会是现在 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课题 你们同意吗 同意 这件事情最好最好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在三十岁四十岁 就放在心里头思考 因为如果你等到六十岁 七十岁 再来思考说 我怎么样让自己幸福健康的老去的时候 可能就稍微吃累了一点 所以如果能够从三十岁四岁 就放在心上想说 有一天我会老 其实会老是一件幸福的事 有可能我不会老呀 可能我还来不及老就不见了呀 我们不知道 我们永远不知道第二天要发生什么事 我只能在今天好好活 但同时我也希望 如果我有机会 以老的方式死去的话 那么我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我仍然觉得幸福 我仍然觉得快乐 我仍然享受人生 这时候几个重要的点 来请你们来告诉我 你们认为 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 来再说一次 有人陪伴 有人陪伴 这是我们在这个研究里头发现的 就是当然健康很重要 可是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期待 七十岁的我 八十岁的我 能够像二十岁的我 那样的健康 如果你仍然期待 我要像二十岁的我 那样的健康的话 刚刚我们又说了 你有一个不合理的期待 引起的只有不幸福感 是吧 好 健康是很重要 但最最重要 他们发现不是的 是有人陪伴 很惊讶吧 你可以是在任何一种健康状态里 但是你的心里头 觉得是被陪伴的时候 突然这些都变得可以被面对 有时候 当然我们会尽力保持自己的健康 我们刚刚也说了 好多很重要的小地方 是吧 我们都会尽力 比如说你会好好做运动 你会不会 好 你会好好做运动 你会不会好好喝水 你会好好的喝水 你要喝多少水 请你把你的体重 比如说你的体重是60公斤 乘以30毫升的水 那就是多少 1800 所以你要喝1.8公升的水 好吗 好 所以你会好好运动 你会好好喝水 你要不要好好吃饭 要 要是健康的饮食 那么什么叫健康饮食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资讯 我不可能在这里说 但是请你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你要不要好好呼吸 健康的空气很重要 好 阳光重要吗 非常重要 还有请给自己看一些美景 美丽的事物 美丽的事物 是在滋养你的灵魂 当我们灵魂受滋养的时候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 我有外在的人与人之间的陪伴 可是问题是你会发现到 有一些人 修女 神父 出家人 他们在山上 这些出家人 他们没有人陪伴 他们仍然觉得幸福 为什么 心里头有一些特殊的 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 他们有他们的幸福感 而他们的幸福感 可能是我们这些人无法理解的 好的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那个状态的幸福感 当我还没有到那个状态的时候 我接受 我还不在那里 那么我在我的人际互动上面去 找到这种陪伴感 那至少这点是我们可以努力的 好 所以如果我们为了 我不只要现在幸福 我希望我40岁的时候 50岁的时候 60岁 80岁的时候 我仍然有幸福感 我已经知道了 关键点是 有人陪伴的话 那我现在可以开始做些什么事 生孩子 好 你真的确定有用吗 至少在台湾我现在看到这招不管用了 至少在台湾我现在看到就是 我本来以为是因为只有一个孩子 所以孩子可能远在天边 但是我亲眼看到就是我的一个亲人 他有四个小孩 结果四个小孩都不在身边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那你准备生几个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40年之后 他们将要面对是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真不知道 他就算有心他可能做不到了 好 所以这是我认为了 那当然我祝福你 就是说你孩子永远跟你一辈子 这算祝福吗 我得坏 不是 抱歉我说回来 我不觉得是祝福 也就是说 你的孩子可能需要去发展他自己的生命 他要 他也是要从你的手中离开 他要去上大学 他要结婚 他要工作 他未来的工作 一定在跟你同一个城市吗 一定在中国吗 一定在地球吗 40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真不知道呢 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祝福他 永远跟你在一起 我只能祝福他 幸福 也祝福你幸福 好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找个爱人 找个爱人 但是爱人一定跟你一起老一起死吗 我有两个方法 是 是 第一个方法 是你说有自己的兴趣 有自己的兴趣 第二个方法 是